大年初一不能回娘家 可能这一事很多年轻人听都没听过 但早些年的确是有这个规矩的 据说这一规矩是从朱延昌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 听说朱延昌当了皇帝后生了个小女儿 名号叫安庆公主 安庆公主成年后下嫁到都尉欧阳伦府中 某年除夕夜出嫁的姐妹们都回婆家过新年了 唯有新出嫁的安庆公主不愿离宫 于是依旧赖在了宫里 直到第二天一大早 也就是大年初一的早上 安庆公主来给朱延昌拜年 朱延昌这才发现不对 大怒道 您初一为何不先给你公婆磕头 这样没规没矩的成何体统 于是命令将安庆公主送回了夫家 并要求他和驸马在家伺候公婆一天 第二天再进宫拜年 民间还有一种说法是 大年初一不让回娘家 实际上是想让新婚夫妻自个儿再加过 这个家是指刚刚组合而成的新家庭 古时候 这个家庭隶属于南方家族 所以才会形成女子再夫嫁过年 不可回娘家的说法 到了现代 这个规矩已经逐渐消弭 毕竟现代社会 男女平等 大部分新婚夫妻组成的新家庭 已经脱离了男方父母 又脱离了女方父母 是独立于两方的存在 所以 大年初一到底回不回娘家 已经是一个可以自由抉择的问题 而非规矩了 明朝史上有个神人 名叫刘伯温 民间传言 他为了证明自己比诸葛亮强 居然去挖诸葛亮的墓 结果挖出了五个大字 吓得他魂飞魄散 惭愧不已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 探秘历史原创视频 在下方菜单栏 往期风采中 既可观看